要注意说 中国的如是道难做到 但是现在大家 如是道完全没有起作用了 要把如是道提起来 所以希望宗教能团结 西方把宗教教育提起来 东方把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如是道三家 把它提升上来 在社会上普遍的教化 实在叫不难 我们用电视 用网络 用媒体来教 打开电视你就能听到这些正方 伦理道的教育 宗教神圣的教育 我相信 半年到一年 这个世界就难定 就收下过来 人是很好教的 人都喜欢行善 都不喜欢走物 而是现在价值观改变 而是现在价值观改变 善窝里的 最大的我 最严重的我 是什么 现在犯的人很多 第一个是邪音 第二个是堕胎 这个罪业 会叫这个世界毁灭 联合国 为生总之统计的 每一天 邪音堕胎的 有多少人 就杀人 杀人 杀自己的儿女 一天有多少 超过十五万 每一年超过五千万人 这是什么 医院里的一个记录 还没有记录的 那天还有很多 太可怕了 在佛经上跟我们讲的时候 有佛说 犯这种罪业的时候 这是最严重的 堕无间地狱 你能把整个世界的时候 社会摧毁 这问题是 没有人讲 没有人教 女孩子 走出外面 穿着暴露 什么罪 地狱罪 如果要了解的话 我不能这样做 标准的佛装 是中国旧时候的佛装 你们在京剧舞台上就看到 他只露个面孔 手势露一半 这露一半 他不会完全给你看到 现在只有 伊斯坦 父女不错 头包身上过的经济 这个 天主教 基督教的兄弟 佛装 何可 其他的都不何可 这个不能不知道 希望我们 齐心动力 严与造作 都能帮助这个社会 利益这个社会 不要破坏社会 要帮助能力到的 因果教育的弘扬 不要产生障碍 更不容许发生负面 让人家错误的思想 这都可以 要从我们自己做起 不要要求别人从自己做起 慢慢影响我们近平 邻居 他们看了几天 你怎么穿得这样子 这样不多地狱 这样上天堂 后路的时候 那是魔鬼的佛装 妖魔鬼怪的佛装 这是神圣的佛装 不一样 我们要走神圣 不要走地狱 一切要从自己做起 思想 成正 言语 不但不妄语 决定不可以面识 你看这是调拨是非 不其余 花言 巧语 欺骗 读色 这不可以 现在这些戒律 统统都破了我 而且严重地破了我 造成今天社会 懂了 懂了不满 我们学佛的同学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同学 使命是非常神圣的 是非常伟大的 那我们一定要做 如果我们不提倡 我们不努力地去做 将来电极存在 古书存在 没有人会读啊 没有人一教奉行呢 那这个文化还是会灭 中国文化要是灭掉 在这个世界上灭掉 我们这一代人是灭掉 我们是最后一半天 以下面没有了 所以我们现在非常着急 希望办汉学院 培养 学习汉字 学习文英文 学习古文的这样的老师 能够有几十个老师 几百个老师 就不会失传 他们有使命来叫下一代 自己我们自己 接受上一代祖宗东西 在我们身上 尽可能的发扬广告 再传给下一代 这就对 这是圣经 有人告诉 有法子 如果你坚持你这个愿望 你要一定做这个 你可以活到一半五十岁 好不好 不好 累死了 我只希望说 很快就有人接班了 我们就可以到极乐世界去 这个世界不要住那么多人 我希望祝一百岁就够了 再给我深连 我帮助大家把根拆下去 就可以了 太多了 同学 现在十二点钟 希望我们同学 金宗同学 不但我们要修复 我们自己 目标是在极乐世界 对这个世界 人间天上没有留念 这个重要 我们要帮助 多余生 要帮助 中国传统文化 要帮助它 保存下来 发扬广大 希望三十年后 中国传统文化 普遍在全世界 要是 这个世界就有救 地球上 太平甚是 我估计是一千年 一千年 真是有福 我们帮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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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